旅美左頭陳偉英回台休假 工藝行程不斷 這一回他換上帥氣西裝 頒發獎學金 鼓勵台灣中小學 表現優異的棒球選手 陳偉英表示 小時候家裡經濟狀況不理想 常為添購球具配備的開銷苦惱 現在希望透過獎學金 照顧家境清寒的學生 讓他們無後顧之憂的打球 想說用這樣子鼓勵的方式 來給接下來的小朋友這樣子 希望他們不要因為這樣子的 家境的關係 然後放棄掉自己 最喜愛的棒球這樣子 不要放棄自己的夢想 因為能夠堅持自己的夢想 然後到最後變成是 自己的職業的話 我相信到以後 你都會以這個為驕傲 陳偉英以實際行動 鼓勵台灣基層棒球發展 他以自己的名字 設立棒球獎學金 今年邁入第三年 從96人當中選出34位同學 當中桃園平鎮高中的高三升 投手宋文華獲得特別獎肯定 宋文華先前參加黑豹期 全國高中棒球大賽 標出時速150公里的球速 驚豔國內外棒球界 他國小的時候 其實我就有聽過 就是他國小其實成績也非常非常好 那大家也知道就是從國小之後 非常非常出名的選手 到了國中高中 甚至高中畢業之後 能不能有繼續這樣子的成績 那也都很難講 希望他有繼續保持現在的實力這樣子 偉英學長他已經達到這個成績 都還在學習 那我要學的東西一定還比他還多很多 目標就是能夠跟學長一樣 甚至超越他這樣子 頒獎典禮上 陳偉英一一頒獎給這些小選手 鼓勵他們勇敢追尋自己的棒球夢 展望新的一年 陳偉英也許下心願 希望自己認真面對每一場球賽 和每一個人生關卡 超越去年的表現 中央社記者張志燕 王一文 台北報導